高考成绩出来那天 我妹用阿拉丁神灯换走我723的成绩 成了高考状元 她兴奋到扭曲 双胞胎又怎么样 一个注定考北大 一个注定考地瓜 她不知道我重生了 她有阿拉丁神灯 我又改掉剧情里一个字的权限 我动动手指 把723改成232 拨乱反正 于是我考北大 她考地瓜 高考查成绩的当天 我妹看着723分 兴奋到扭曲 双胞胎又怎么样 一个注定考北大 一个注定考地瓜 妈妈 今天晚上必须庆祝一下 至于姐姐妈 不如早点让她出去打工 还能赚钱跟我上大学 我妈瞪了我一眼 劈头盖脸的骂起来 也不看到你的死样子 一样是从我肚子里出来 怎么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怕不是我生下来讨债的 我看着723分的高考成绩 在心里冷笑 要不是我10分钟前 听到我妹跟阿拉丁神灯许的心愿 我还就真信了 她有阿拉丁神灯 我有改掉剧情里一个字的权限 我动动手指 按了剧情提示 把里面的723改成223 一脸微笑地提醒她们 妈 您仔细看看到底是多少分 我妈和我妹仔细一看 熬的一嗓子就哭出来 怎么回事 刚刚我明明看到的是723分 我死后才知道 我是一本校园文理的炮灰女配 女主的对照组 明明是双胞胎 命运和待遇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女主叫明珠 是我的双胞胎妹妹 而我叫明威 单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我妈的偏心 一个如珠四宝 一个卑微如尘 原剧情里明明是我用功读书 却变成她考清华 不考地瓜 考地瓜的钱还得用来供她念北大 明明是我先遇到的男主 却变成他们双速双飞 我得成全真爱 甚至在摆地摊时 不小心被隔壁小吃贪然气罐 炸成残废 也洗涤渣男经典台词 你失去的只是一双腿 可你妹妹失去的却是她的爱情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妹有阿拉丁神灯 我妈的年轻 我妹的美貌 甚至是我妹的高考成绩 全都是她们从我这里换来的 失去所有一切的 我坐着轮椅到达顶楼一跃而下 这一次我不但重生 还绑定了改字系统 看着一脸紧张的妹妹和妈妈 我开始冷笑 既然老天爷又给我一次机会 还附带强悍的金手指 看我不用金手指秃秃了你们 母女俩似乎不相信交换失败 成绩查询了一遍又一遍 结果还是一样 许明珠从一开始的歇斯底里逐渐崩溃 随后将眼神看向了我 我动动手 按了剧情提示按钮 就见我眼前飘出来一段文字 许明珠一脸愤怒的 走到许明珠面前大声质问 许明珠 你这个贱人 胜是你在捣鬼 明明考223分的应该是你才对 我动动手指 把走改成跪 只见气焰嚣张的许明珠 突然扑通一声跪下 大声质问 许明珠 你这个贱人 胜是你在捣鬼 明明考223分的应该是你才对 许明珠懵了 而我却笑得前腹后腰 妹妹 你平时就不好好学习 考正点分也是正常的 你要真考723才是有鬼 哎呀你别跪 跪下来 求我又有什么用 求我我也不能把223给你变成723 不好意思啊妹妹 考地刮的应该是你 我妈本来就偏袒许明珠 眼看我笑得抽筋 她也怒了 眼看剧情即将触发 我又按了一下剧情提示 许母一巴掌打在了许明珠的脸上 好你的扫把心 她难过成这样你还在笑 我就说你是讨债鬼 我动动手把威改成了猪 原本我妈这一巴掌 是准备打在我脸上的 在金手指的加持下 她一巴掌甩在了许明珠脸上 彼时许明珠还跪在地上 这一巴掌扇得她猝不及防 她摔在地上 嘴角出血 一脸的不可置信 妈 你居然打我 看着他们母女俩相互指责 而我却转身进了房间 房门关上的一刹那 听见我妈质问 你那阿什么神灯 该不会是假的吧 我妹立马尖叫 怎么可能是假的 你看看你甚至年轻了20岁 再看看我是不是比她好看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内心更是一阵恶寒 我跟许明珠虽然是双胞胎 可样貌却一点也不像 幸运的是 我从小比她好看 反而她样貌平平 上辈子我一觉睡醒 只觉得五官都发生了变化 甚至还成熟了不少 我妈安慰 我是我熬夜学习压力大 所以才看起来憔悴 我妹看到我的容貌 故意拉我跟她招摇过世 吃饭的时候 服务员说了句 小姐姐是跟妈妈一起来吃饭的吧 你跟你妈感情可真好 我清楚地记得 我妹捂着嘴笑得格外夸张 幸灾乐祸地跟服务员解释 这不是我妈 是我的双胞胎姐姐 她就是平时学习压力大 长得也有点着急 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 我之所以变化这么大 是因为我妈让我妹用阿拉丁神灯 换走了我二十年青春 她待我招摇过世 不过是为了显摆 甚至因为我长相过于成熟 我妹靠发了条 我被认成妈妈的短视频 浏览上百亿 火爆全网 成为粉丝上百万的网红 回想这一切 带给我的只有愤怒和屈辱 就在这时候 应该是原剧男主 也就是我的渣男男朋友 后来的妹夫 我再次动动手指 按了剧情提示 许明珠打开门 看到来人是陆哥 立马扑进她怀里 跟小猫似的哭泣 这个好办 大门打开了一瞬间 我把里面的猫改成猪 然后优雅地从房间走出去 随后看见我妹扑进陆哥的怀里 一边哭一边发出猪似的哼哼声 我妈甚至神捕刀了一句 哪来的猪啊 我妹再也动不住 哭得更大声 这下不得了 猪哼哼变成了杀猪将 就连陆哥也一脸嫌弃地 把她推开 明珠 你怎么了 许明珠一边哼哼一边摇头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或许是因为我笑得太放肆 陆哥终于发现了身为女朋友的我 他松开许明珠 一脸关切地看向我 我抓紧时间按了剧情提示 陆哥看向许明威 一脸歉疚 对不起明威 我看到明珠太难过 所以安慰了她一下 我把一脸歉疚里的一脸改成抽脸 陆哥立马看向我 一边狂扇耳光 一边说出了那句台词 对不起明威 我看到明珠太难过 所以就安慰了她一下 短短几十秒 她已经狂抽了自己几十个巴掌 我家的猫看到一身精病 跟着吓得跳起来狂抽她两下 许明珠惊到了 再次发出了猪哼哼的大哭声 我知道这些只是开胃菜 我的美貌以及青春 通通都要拿回来 接下来陆哥因为狂抽自己巴掌 很快就把自己抽晕了过去 至于我妈 听到我妹发出的猪叫 嫌她丢人 拽着就回了屋子 看着晕倒在地上的陆哥 我想到小说里 他背叛我的种种 又上去补了两脚 其实陆哥单看皮像 还是很不错的 温文尔雅 帅气多金 上辈子我俩还在交往的时候 我妈和我妹 就不止一次阴阳怪气我 说陆哥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当然啊 他们口中的鲜花是陆哥 而我是牛粪 陆哥一开始对我妹敬而远之 可慢慢的 被许明珠的天真烂漫 还有活泼开朗吸引 他们背着我约会 背着我亲吻 最后甚至一起上了北大 成为狼才女帽的佳话 而我则继续腐烂下去 直至死亡 房间里传来我妈和许明珠的说话声 虽然声音压得很低 但我还是听到了 神灯 我不是让你把成绩换过来吗 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你就是个废物神灯 什么也做不了 我妈也跟着附和 是啊 这下好了 那个小贱人考了七百多份 成了高考状元 肯定得以死了 是啊 你快给我重新换回来 这时候神灯发话了 主人 你已经许了三个愿望 我们之间的契约关系已经解除 再见了主人 我凑近了门去看 直接一股白烟钻进神灯里 许明珠失声尖叫 怎么会这样 我已经许了三个愿望吗 你给我出来 出来啊 她不断地用手在神灯上摩擦 可神灯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干脆把神灯狠狠地扔在地上 冲我妈发火 都怪你 我其中一个愿望都浪费在你身上了 要不然高考状元就是我 我妈也气得不轻 但她灵机一动 弯腰把许明珠扔在地上的神灯捡了起来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马按了剧情提示 高婷捡起地上的阿拉丁神灯 在灯上擦了擦 奇迹出现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高婷面前 恭敬地说 我亲爱的主人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我动动手 把神灯改成神珠 高婷就是我妈 片刻后 只见一头大肥猪直立着站在那对母女面前 许明珠吓得嗓音都变了 妈 不是阿拉丁神灯吗 怎么变成阿拉丁神 猪了 我妈哆嗦着 不 不知道 管她是猪还是人 只要能实现愿望就行 神珠再次询问了句 我亲爱的主人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许明珠迫不及待地开口 快把许明为那个贱人的分数换回来 我才是高考状元 我心下一惊 随后听到我妈说 蠢不蠢啊你 要什么高考状元 你学习不好 上了北大也没什么作用 当初砸过卖铁的 让你读好学校 就是想让你上北大 让你有个好学历 跳出穷人的阶级 神珠求你实现我的愿望 听到这里 我再次按下剧情提示 神灯听到高庭的心愿 恭敬地说 主人既然如此 我就满足您的心愿 赐予许明珠无边的狐媚之数 我把狐媚改成了狐臭 于是阿拉丁神珠 用粗狂浑厚的语气念出台词 主人既然如此 我就满足您的心愿 赐予许明珠无边的狐臭之数 神灯说完刚才的话 母女俩先是一脸的洋洋得意 但很快就绷不住了 你说什么 狐臭之数 话音刚落 一股难以形容的剧臭袭来 就算隔着门板我也闻到了 我妈更是一边干呕 一边骂起来 你这是什么神灯 骗人的吧 我说了 让你赐给我女儿 为所有男人喜欢的魅力 好的主人 第二个愿望 是赐给许明珠 为所有男人喜欢的魅力 我妈听到这话 差点晕过去 一半应该是被气的 另一半应该是被熏的 许明珠压根 闻不到自己身上的狐臭 看着我妈一副难以形容的模样 满脸惊恐 妈 你这是怎么了 妈 你躲那么远干嘛 直到最后 我妈已经忍不住了 朝着门口狂奔 而我则从容不迫地走回客厅 顺带找了卫生纸塞住鼻子 避免闻到这股恶臭 见母女俩带着一头大肥猪 从房间里出来 我洋装吃惊地询问 妈 你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 不打算让我妹烤地瓜 而是改行养猪 许明威娃的一声哭了 指着我大喊 妈 她骂我 妈 你快让她变成死肥猪 呜呜呜 这个简单 如果我妈真的许愿 把我变成猪 我直接改掉我的名字 变成许明珠就行 然而 我妈却直接拒绝了 不行 愿望已经用掉了两次 只剩下最后一次了 我恍然大悟 原来我妈舍不得用 就在这时候 原本昏迷的陆哥 开始悠悠转醒 我这是怎么了 许明珠看到陆哥 再次第一时间赢了上去 我倒是很好奇 会发生什么 很快就见陆哥 看向许明珠的眼神 更加不一样了 此刻她近乎痴迷的 看着许明珠 目光迷离 明珠 你今天好特别呀 就好像仙女下凡 说完不忘了 在许明珠的头发上 猛吸一口 这样的一幕 直接把许明珠都给惊到了 我妈更是问了句 陆哥 你不觉得那味道 有点上痛吗 她鼻子上 也已经塞了两团纸 陆哥一边干呕 一边继续秀 没有啊 这就是我喜欢的味道 明珠 我到现在才发现 原来我喜欢的人 不是你姐姐 而是你 明珠 你和我才是天生一对 我们一起上北大 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奋斗 哦 因为许明珠 现在实现了所有男人 都喜欢她的愿望 催化了陆哥对她的感情 进一步提前了书里的剧情 看到渣男贱女 我恨不得让这两个人 直接原地锁死 听到一起上北大 许明珠更是愤恨地看着我 随后羊羊的一起来 姐姐 就算你考上北大又怎么样 你刚才也听到了 陆哥喜欢的人是我 不过你又老又丑 被男人抛弃 也是迟早的事 接着 这话的时候 陆哥的脸都被熏白了 许明珠继续炫耀 那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现在就跟我姐姐分手 我赶紧按了剧情提示 右舰面前出现一段文字 陆哥走到许明威面前 大声说 明威 我们分手吧 我喜欢的人是明珠 对你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 哈 以前口口声声说喜欢 是在放屁吧 我把走改成爬 很快站起来的陆哥 突然趴在地上 开始扭曲 爬行 直到爬到我面前 才说出那句台词 明威 我们分手吧 我喜欢的人是明珠 对你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看待你爬过来求我的份上 我就答应你咯 滚吧 许明珠身上的狐臭太浓 我打算搬出去住 好在陆哥表弯中心 立马要带许明珠离开这里 明珠 我喜欢你 我要带你离开这里 我带你去见我的父母 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我妈这时候已经绷不住了 就算是她最疼爱的女儿 也在这时候挥手赶人 走吧 赶紧走吧 许明珠前脚走人 我妈立马打开了家里 所有窗户通风 至于阿拉丁神珠 由于体型巨大 几乎占满了许明珠的房间 我妈只能暂时让她留在那里 但她到底低估了神珠 能吃能睡 呼噜声震天响 我妈疼爱许明珠 所以房间离得最近 而我只能住在她们对面 总面积七八个平方的小房子里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因祸得福 即便只隔了客厅 我的睡眠也没有受到影响 或许是远离了男女主 我这个炮鬼女配 遭受的坎坷 比之前少了很多 我还得知 许明珠直接住在了 陆哥的私人别墅 因为陆哥是今年的理科探华 再加上又是豪门出身 所以她和许明珠 齐齐上热搜 照片里 许明珠顶着一张交好的面容 跟陆哥深情对视 两人食指纠缠 眼神拉丝 不少网友在底下评论 居然是陆少 听说陆少一直有个学霸女朋友 难道就是这位 学习好长得也好看 这就是老天爷的偏爱吗 楼上的错了 这位可不是学霸 妥妥的学渣 已经有人扒出来 他高考成绩232 大专都难 所以上帝给了他美貌 却忘了给他脑子 一开始的评论还算正常 可接下来的评论 就有些落眼睛了 无数男网友目睹了 许明珠的照片 直接开始表白 甚至因为男网友的表白 其女友和男网友 直接在评论区开战 落个分手的下场 我吸了屏 不再去看 微博上无脑的纠纷 随后准备继续工作 这是一家法国餐厅 成绩出来后 我便应聘上了 在这里弹钢琴的职位 每天弹四个小时 无所谓是否有人欣赏 到点下班 不需要跟其他人打交道 谁知我刚把手放在琴键上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我面前 指高气扬的开口 服务员过来给我倒酒 我抬眸 看向面前的女孩 她穿着高定款红色包藤裙 看起来跟我年纪相仿 和精致的小脸 却化着浓妆 此时脸上写满了傲慢 我认识她 或者说是我前世认识她 她是男主陆哥的青梅竹马朱珍珍 家世好模样好的 真正千金大小姐 前世的我因为和陆哥交往 曾经被她泼过一杯红酒 后来我彻底沦为手下败将 换成了她和许明珠搞辞尽 只为争一个陆哥 当然 下场同样很惨 见我不说话 朱珍珍更生气了 瞪大了一双眼睛质问 我在跟你说话 你聋了吗 我知道这位千金脾气火爆 赶紧按了剧情提示 许明威不搭理朱珍珍 只差了一个字 我再自动动手 把后面那个V改成了珠 至于许明珠到底在不在这里 这个高跟鞋应该怎么砸向许明珠 已经不关我什么事了 下一秒 我居然看到了跟陆哥一起 手玩手出现在餐厅门口的许明珠 至于朱珍珍脱掉的高跟鞋 也在这时候砸向了许明珠 许明珠爱了一高跟鞋 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 朱珍珍一脸猛逼 但她看到砸到的人是许明珠 咬牙切齿地说了两个字 活该 陆哥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幕 也惊到了 我按了下剧情提示 又见眼前浮现一行文字 陆哥看到心爱的女人倒在地上 第一时间冲向了她 一边抱着许明珠 一边大喊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我把后面的抱改成了踹 继续坐在钢琴前弹琴看好戏 果然冲向许明珠的陆哥 突然疯了似的开始狂踹许明珠 一边踹一边大喊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到了 包括在我身边的朱珍珍 直到救护车赶来 陆哥还在狂踹许明珠 无奈之下 救护人员只能强行把陆哥绑起来 连带着许明珠一起带走 救护车声音远去了一瞬间 朱珍珍恍如大梦初醒 咪喊了句 天哪 我喜欢的人 是家暴狂吗 陆哥和许明珠不在这里以后 朱珍珍似乎恢复了意识 不再刁难我 我知道 她的一切悲剧都是受了男女主的影响 念在她本性不坏 我居然想唤醒她 恰好我演奏完今天的曲子 于是邀请她一起喝杯果汁 不知道甚至因为 她是书里既定的恶毒女配 所以一开始说话 她就满满的讥讽 你看看你 就算是高考状元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你妹妹抢走了男朋友 我爸说的对 女人就得靠男人 我从小学芭蕾 钢琴 画画 插画 茶道 读诗书 洗礼仪 甚至连文化课都不敢落下 只为了将来大学毕业 成为成功人士身后的女人 一个成功的男人 必须要有我这样优秀的妻子 所以不管是你还是你姐姐 谁都别想跟我争 反倒是许小姐你 就算上了北大又怎么样 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相夫教子 与其这样 不如早点找个好男人 我忍不住笑了笑 看来这位朱小姐 荼毒的足够深 以至于不像现代社会的女子 反而更像封建社会 打造出来的作品 见我笑 她好看的眉头紧簇 你笑什么 信不信我动动手指 就可以让你失去这份工作 我信 随后反问她 朱小姐 你本就出身豪门 聪明 学习好 就像你说的 会芭蕾 钢琴 画画和茶道 长得也好看 为什么要听你父亲的安排 做一个附属品 至于你说的 嫁人还有相夫教子 有没有法律规定 女人必须要嫁人 要相夫教子 就算我以后真的会嫁人 我也绝对不会相夫教子 男人有她的事业 我也有我的天地 如果真的要我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所有 我会不甘心 你会甘心吗 你不差钱 长相不错 品位高 就算不附属男人 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朱珍珍愣住了 重复了一句 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吗 但很快她就换了语气 不 我爱陆哥 陆哥只能是我的 爸爸之所以送我去学这些 都是因为我爱陆哥 我要成为她的妻子 不管是你还是许明珠 谁都不能抢走她 我正好奇朱珍珍的反常 随后看到陆哥大步走来 质问起朱珍珍珍珍珍 我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么恶毒的女人 我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了 或许因为 我只是抛灰角色 再加上重生 以及金手指双重buff下 所以几乎不会被动 受到男女主的影响 但朱珍珍不同 她是重要角色 受剧情控制的成分比较多 竟然受男女主的影响 也就更多 此刻她已经在道歉了 对不起小哥 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哥 你不要怪我 我也只是因为她爱你了 陆哥丝毫不为所动 继续拖拽着她 那你现在就去给她道歉 眼看渣男的所作所为 越来越令人发指 我再次按了剧情提示按钮 陆哥说完刚才的话 根本不搭理朱珍珍 大步朝着门口 停着的劳斯劳斯走去 我把走改成了爬 没办法 像她这样的斯文败类 就只配得上这个字 随后所有人都看到 原本头也不回的陆哥 转身之后突然五体投地 宛如一条蛆虫似的 在地上爬行扭曲 直至爬上劳斯劳斯 才停止诡异的动作 朱珍珍看到刚才的一幕 瞬间愣住了 我看到她眼神闪现了一丝诧异 但很快又被清澈和愚蠢取代 她机械地走上劳斯莱斯 跟着陆哥一起离开 我有些心疼朱珍珍 跟着去了医院 想知道被支配的恶毒女配 朱珍珍会发生什么 谁知道到了医院以后 却看到许明珠正被几个男人围住 他们个个身穿高定西装 打扮的人模狗样 有的掏出鸽子弹大小的钻戒 有的手捧玫瑰 还有的直接自爆身家 我是富士集团总裁 只要你嫁给我 就是总裁夫人 你想要的只要我能办得到 通通满足你 我是刘氏集团唯一继承人 我们刘氏市值上千亿 只要你嫁给我 我的就是你的 我知道了 正是因为许明珠的魅力 才吸引到了形形色色的总裁们 但是毫无例外 所有所谓的总裁 一个个身情款款 却又一个个边表白边干呕 有的甚至因为气味难闻 直接倒地抽搐 可嘴里还是不忘了说着 自认为最优美的情话 连带一个坐在轮椅上 插着氧气的男病人 也在这时候举着一束玫瑰 嫁给我吧 等我编好以后 我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什么都 都不用做 只需要在家里负责貌美如花 这幅壮观场面 无论是谁看到 都想暗呼一声卧槽 只是被众人围在中间的许明珠 却满脸得意 最后他接下那枚鸽子单大小的钻戒 浅浅一笑 我愿意 其料这三个字说完 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求婚成功的那位总裁 不知道被谁一拳砸在了脸上 其余人见有人下手 蜂拥而上 就连赶来的陆哥也加入了混战 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决定好人做到底 掏出手机拨打的报警电话 喂 110吗 我要报案 对 这里有人打架 嗯 我数数看 123 一共是三个 五分钟内荡 好的 我会保护好自己 谢谢 警察叔叔很守信 不到五分钟时间果然赶到了这里 很快便将混战的十几个人 全都控制住 等那些总裁被一个个带离病房 我才发现 许明珠也不小心遭殃 脸上挂二彩 她坐在病床上哭得很伤心 可事情并不会就此结束 警察前脚刚走 后脚在门口看热闹的男病 有一窝蜂地冲进来 许明珠看到这一幕 尖叫连连 好在最后关上房门 总算躲过一劫 可她却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一边拔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泣 我不要被所有男人都喜欢了 我不要了 放过我吧 求你们放过我吧 说完 她直接把我推开 抓起床单盖在头上 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朝着门外冲去 可沿路遇到的男人 依旧不肯放过她 嗅到她身上的狐臭 宛如一条狗开始追踪 哪怕那股狐臭 让他们恶心犯偶 也无法阻止他们 追求她的脚步 我是打车回家的 只是等我回去以后 许明珠足足晚了一个小时 才回来 进门的她蓬头垢面 哭得稀里哗啦 我妈看到她这个样子 也惊呆了 凑上去问了句 明珠 你这是 哦 你这是怎么了 她捏着鼻子询问 许明珠哭得更惨了 妈 我刚才差点被司机飞礼了 呜呜 她说完 气呼呼地扔掉手里的床单 开始谩骂 都怪你 照出什么破阿拉丁神猪 害我变成这样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妒忌我比你年轻美貌 为什么遭遇 这一切的不是你 为什么 我不要再被所有男人喜欢 你快让阿拉丁神猪 把我恢恢原样吧 快呀 许明珠瞪着我妈 看起来像是要吃人似的 我妈情急之下 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许明珠 你生是疯了 明明这些都是你要的 明珠下楼就见陆哥出现在那里 此刻她鼻青脸肿 一脸懊悔 见我下楼 没骨气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明威 我错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最爱我的人是你 你知道明珠她怎么了吗 她居然为了钱 选择别的男人 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配做我的女朋友 看看吧 这就是男人 说什么后悔 说什么看清楚真相 其实是没人要而已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问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 要不 你证明给我看 说完这话 我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赶紧按了剧情提示 很快 一段文字再次出现 陆哥看着许明威 随后上前一步 狠狠地稳住了许明威的唇 我真的是要吐了 所以雄性的道歉和忏悔 就是用强吻来表示的 我赶紧把唇改成了鞋 避免令人作呕的剧情发生 果然下一秒 陆哥上前一步蹲下 趴在地上亲我的鞋 我看到陆哥这副模样 依旧忍不住恶心 行吧 这些脏了 我不要了 我脱掉被他深情亲吻的鞋 深情表白 珍珍对不起 是我没看清楚你的真心 无论是许明珠还是许明威 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你这样温柔贤惠 又能和我匹配的女孩 只是这一次 朱珍珍的眼神 不再有之前的清澈和愚蠢 而是充满了讥讽 和你匹配 是匹配你像肮脏的蛆虫一样爬行 还是不顾形象 当众吻人家女生的运动鞋 我有点尴尬 当众舔运动鞋 我之前被吻的那双 不就是运动鞋吗 不远处 朱珍珍还在反问 陆绍 陆哥 你该不会是个变态吧 试问 像你这样的非人类 怎么跟我匹配 我跟我爸说了我的想法 他膝下无子 而我才貌双全 能力也强 与其以后把公司交给外人 不如好好培养我 他答应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 你还有个哥哥 你们陆家的产业 以后会不会交给你 还不一定呢 陆哥文言 当场实话 朱珍珍却狂狂走到我面前 冲着我伸出手 你好 高考状元 我是今年高考榜眼 我爸爸送了一家酒店给我运营 请问 我能邀请你在上学期间勤工俭学 和我一起打理酒店吗 来自白富美的邀请 我当然不会拒绝 我笑 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我愿意 短暂的暑假 因为没有陆哥和许明威的干扰 变得愉快起来 开学前一天 我回家收拾行李 准备前往北大 看着一如既往 吵得不可开交的母女俩 我打算速战速决 谁知母女俩再次扭打成一团 许明珠甚至恶毒地诅咒起我妈 都怪你 你怎么不去死 如果你死了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你说那个我姐好 那你就去跟她一起生活呀 对了高婷 如果她知道她不是我的双胞胎姐姐 而是你生下我那天捡来的野种 甚至养她长大 也是为了给我当玩伴 你说她还会不会认你这个妈 我妈狠狠地甩了许明珠一巴掌 随后局促地站在那里 冲我解释 明威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听你妹妹胡说八道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明明是亲姐妹 我妈对我和许明珠 却是两个态度 同时明白了 为什么双胞胎 却有着天差地别的容貌 甚至没有丝毫犹豫地 跟神灯取走我二十年青春 这一切都源于 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妈见我不说话 继续道歉 明威 是妈妈的错 可是妈妈有千错万错 也是辛辛苦苦抚养你长大的人啊 如果没有我 你早就饿死冻死了 是我给你一个家 甚至还供养你上最好的学校 明威 是妈妈不好 妈妈现在就让一切恢复原样 许明珠在一旁狂笑 近乎癫狂 我妈说完刚才的话 打开房门 冲着阿拉丁神珠虔诚地祈祷 神珠 我求你把一切都恢复到 我们没有许愿的样子吧 一道白光闪现 许明珠身上的狐臭消失 变回平平无奇的样子 我妈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而我照镜子 同样看到了恢复容貌的我自己 迈进北大的那天 我无意中捡到了阿拉丁神灯 看到这盏神灯 我犹豫了一下擦了擦 很快神灯便飘了出来问我 亲爱的主人 请问你想要什么愿望 我看向不远处 正冲了一个穿白裙子女生 念出女人 你在玩火这句台词的霸总 许下愿望 第一 我希望这本书里所有的女孩 都能摆脱剧情困扰 拥有自己的人生 第二 剔除所有无脑霸总 第三 解除你神灯的约束 你也可以做回你自己 神灯微笑 这一次她没有化作一缕白烟 钻进神灯 而是变成了一位翩翩美少年 许明珠同学 余生 请让我为你护航